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所在重視的問題 最近大家會注意到 其實很久以來大家也會注意 流行性感冒的問題 流行性感冒分成很多類 其實在1918年 在地球的這個近代史上 第一次發生的這個大流行 那時候是非常慘 保守估計死亡的人是有2000萬以上 包括當初有傳到美國本土 從阿拉斯加從美國東北角 後來到芝加哥這些 當初在美國本土也死亡有50萬人以上 最近多年來流感流行性感冒A B 或者是少是還有C 現在又有一個H1N1 其實很多人沒有在注意 也有逐漸的在消失的注意力 就是對禽流感 H1N1從今年的五六月 從墨西哥從美國加州發展到現在 基本上不算是可怕的一種傳染疫病 因為它的重病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可是大家也不要掉以輕心 就是說本來就有潛在疾病的人 像心血管疾病糖尿 或者是回胖症 或者是本身是第三期懷孕的 或者是幼兒 兩歲三歲以下的小孩 這個時候都要注意 可是我在這裡要跟大家再提醒的 就是說個人的保健其實是第一線 這些流行性感冒也好 或者是特殊的傳染病 背後其實最重要是個人的免疫力抵抗力 所以在可能太過擁擠的公共場所 或者是你周遭的人 哪怕是同學、同事 有人顯然身體不舒服 你可能都要去注意 因為那也有可能都會是一個傳染源 最基本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保健 維持一個正常的睡眠、正常的運動 保持身體在最佳的狀況 多喝開水、多接近自然新鮮的空氣 維持自己很好的體力 體力背後其實就是免疫力抵抗力的提升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我在這裡跟大家特別提醒的 H1N1基本上應該不是那麼可怕 大家還是要注意不要被傳染 有機會能夠去做疫苗的製設 包括流感疫苗、包括H1N1 因為H1N1也是包括在病毒屬性上 它也是屬於A型、A群的流行性感冒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最近幾年來更嚴重的一種叫做禽流感 禽流感在1997年從中國廣東省傳到香港 98年香港採取大量的撲殺機支 一撲殺兩百萬、三百萬支 可是這個東西後來有傳到台灣 還好台灣的防疫上做得相當不錯 可是它往南傳染到越南、到泰國、到印尼 一直到歐洲 甚至當作到很多國家 有二十幾個國家都發病 在所發生的一些病例裡面 它的死亡率是偏高的 這一點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病毒的屬性在整個地球環境快速的變遷之下 人類的活動化也不斷的擴張 侵犯的大自然 大家都知道像AIDS、艾滋病的病毒 現在發現又有第三種病毒 基本上它是在灰州的大猩猩中間的傳染疑病 結果傳染到人 因為人自己的生活領域不斷的擴張 結果使這些大猩猩沒地方可跑 甚至把牠抓來在動物園裡面看著玩 這種情況把這些大自然裡面 本來在動物在灰禽佐獸上面傳染的疑病 結果就接到人類身上來 再接到人類身上來 之前可能先傳染到周圍你的養殖業 像你的養的豬隻、羊、牛 從這些身上再經過突變 因為豬隻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室 在豬隻身上病毒久了以後 它很容易因為這樣而產生突變 所以每一個不同的病毒 基本上它都需要 要抵抗它需要有對付這樣的抗體 有的A型流感的抗體 它對B型也有一些也有用 可是不一定每一種新的病毒出來 你曾經感染到最後的病毒所產生的抗體 對新的病毒不一定有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種流行性感冒 這種傳染性疑病 大家都要高度去關心、去注意 我現在要提醒的就是說 這個流感 雖然大家要注意 可是禽流感 所謂的Avian Flu Bird Flu 這個問題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對一些養殖業像 像飛行走獸、鳥、生病的鳥、鳥的大便 或者是鳥棲取的地區 那些不太乾淨的水 或者是土壤 基本上大家都是要注意 因為就現在過去大概十年左右的 所發生的禽流感的有限的病例裡面 它的死亡率是在兩成以上 所以這是在屬於開發中國家 萬一發生在已開發的國家 整個醫療設施、醫療水準是相對的相當高 情況之下恐怕它的死亡率還是滿高的 在人類又沒有辦法快速的做出它的防疫性的疫苗之前 這些都要注意 所以在此提醒 就是對這些流行性感冒的這些傳染性疫病 基本上還是你的自己的一個健康生活 當然自己也要注意洗手、這些戴口罩、這些飲食衛生方面 公共場所衛生方面 這些同時要去注意 可是最重要還是自己的免疫力 有必要打疫苗的時候 應該不要推遲、不要注意 應該還是要接種疫苗 這樣比較安全 謝謝各位